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住在长老教会的神学院的山上边 山非常高 大巴车上不去 每天早晨四点钟起床 然后四点半准时出发 然后参加祷告会 我看到韩国祷告会真的是 以前我听闻没有见过 早晨五点钟 七千五百人的厂子坐得满满的 然后外边的车水马龙 甚至公交车 大巴车也专门开专线来接送这些会众 我觉得看到韩国教会的复兴在于祷告 那还有呢 我去韩国特别参观了 韩国教会的宣教士的烈士墓园 让我了解到说 福音几乎同时达到中国 日本和韩国 为什么单单韩国 我们看到可以一枝独秀 教会兴旺呢 那我看到当初 有很多的韩国的牧师 长老 平信徒 因为信仰的缘故 宁可被杀头绝不屈服 特别是日据时代 当时韩国被日本统治 那日本人很特别 你可以传福音 你可以办教会 你可以带领婚众来敬拜 只要你向神道教的偶像 鞠躬就好了 但是我们看到很多 韩国的宣教士 宁可断头 宁可全家被诛杀 但是却不愿意 向偶像来敬拜 所以我们看到 韩国的宣教士 他们有很多的鲜血 发在那边 那回来之后呢 我也有很多的感触 也感觉到韩国目前的危机 无论是北韩的压力 还是中国的杯葛 还是经济的低迷 我觉得我们很好 需要为韩国来祷告 好 那今天我要和大家来分享 一段圣经 我们来读一段圣经 在路加福音八章四十到五十节 我们一起来读情 耶稣回来的时候 众人迎接他 因为他们都等候他 有一个管会堂的名叫雅鲁 来服务在耶稣脚前 求耶稣到他家里去 因他有一个独生女儿 约有十二岁 快要死了 耶稣去的时候 众人拥挤他 有一个女人 患了十二年的穴漏 在医生手里 花尽了他一切养生的 并没有一个人能医好他 他来到耶稣背后 摸他的一伤碎子 穴漏立刻就止住了 耶稣说 摸我的是谁 众人都不承认 彼得和同行的人都说 夫子 助人拥拥挤挤 紧靠着你 耶稣说 总有人摸我 又觉得有能力 从我身上出去 那有人知道不能隐藏 就站张经经地 伏伏在耶稣脚前 把摸他的缘故和怎样 立刻得好了 当着助人都说出来 耶稣对他说 女儿 你的信救了你 平平安地去吧 还说话的时候 有人从管会堂的家里来说 你的女儿死了 不要劳动夫子 耶稣天然就对他们说 不要怕 只要信 你的女儿救必得救 这是一段在福音书里边 多次被记载了一段经文 那么看到这里边 有两件事情 一个是耶稣 从外边宣教回来之后 那么众人迎接他 很多人等待他 其中有一个管会堂的 那管会堂的不是我们今天 在教会里边开门的 不是 其实他是一个管理教会的 管理会堂的一个重要的职位 他的女儿死了 那么耶稣 就听他的这个要求 那么决定了就去 为这个孩子做医治 但是走的路上 却被一个女人的 一个摸手的行动 他停下来 所以这段经文很有意思 你看到 是故事当中的故事 是神迹中的神奇 那第一故事就是 牙路要救女 第二个呢 是夫人来求医 那接下来呢 我们可以看到 有鲜明的对比 一个是德高望重的会堂的主管 另外一个呢 是有病不遇的可怜妇人 还有呢 我们看到 一个是病情危重 一个呢 是陈年旧疾 还有呢 我们看到 一个是十二岁的女儿 一个是十二年的血漏 你们可以想想看 当时有很多人拥挤耶稣 但是在拥挤当中 耶稣就觉得 有一个人摸他 而且是从背后摸他 那这里讲到呢 是耶稣的衣裳 这个坠子 如果今天在纽约 你可以看到 很多犹太人 特别是传统的犹太人 他们衣服这边呢 会有那个白色的那个穗子 那是专门由 他们的lobby 编织的 一共是六百一十三条 代表他们所遵守的 六百一十三条法律 你在耶稣的时代 这是今天 我们看到 犹太人的祷告金 我去耶路撒冷的时候 也买了两块回来 我们看到 这个祷告金的底下 就是白色的线 这是现代 拉比的装束 甚至在 以色列的国旗里边 也有这样的一个 犹太祷告金的元素 那我相信当时 耶稣也是穿着 这样一个衣服 他有碎子在后边 因为耶稣是拉比 这个时候呢 妇人从背后摸他 你们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一个妇人 从背后摸他呢 因为在当时 得了血漏病的人 是认为是不洁净的 他不可以在 公众场合里边出现 不可以触摸 换句话说 这个病不只是 浪费他的资财 而且他花尽一切 所养生的 极其的穷困 而且被社区拒绝 因为这个病 被人为不洁净 12年我可以想想看 一个妇人得了这样的病 被家人 被社区 被亲戚 蔑视 他可能听到 耶稣来了 他觉得这是他今天 一个改变的机会 所以他就来自人心当中 因为偷偷地摸耶稣 免得别人责备他 这时候耶稣就停下来 问谁在摸我 如果你读圣经 觉得很有意思 那些门徒呢 显然对耶稣这个问话 有点不大满意 他说 人这么多 拥拥挤挤挤的 你还说 谁摸我 耶稣说 因为我觉得呢 有能力 从我身上出来 觉得这件事情 其实呢 很不寻常 在整本圣经里边 耶稣做了很多的医治 让瞎眼看见 瘸腿行走 大麻风的得结经 让死人复活 但是每当耶稣 行完神迹之后 耶稣往往要交代一件事情 就是 不要讲 人很奇怪 你不让讲的时候 怎么样 他偏要讲 就像今天在纽约 地铁站 或者是一些 修物房屋的时候 写了一个 油漆未干 不要触摸的时候 发现有很多脚印 有很多手印 人都要去试一试 所以每当耶稣说 你不要去给别人 讲的时候呢 人就讲开来了 为什么 因为耶稣不希望 让世人认为 他是一个神医 也不希望 世人认为 他来复兴 实体的以色列国 推翻罗马的统治 这不是他的目的 他是要来传 永生的道 那么 为什么 耶稣让他 讲出隐情呢 是让他的众人面前 再次蒙受羞辱吗 我想不是 是让他分享见证吗 让众人知道 耶稣在治疗 这个牙鲁女儿的路上 他行了一件神迹 他是一个神医 能够医治一些的病 是吗 我觉得也不是 那这段圣经 其实呢 对我们有一个 很深的思考 耶稣为什么 在群众这样当中 单单要挑出 一个女人来 让他讲出来 我相信 是出于耶稣的爱 耶稣知道 这个女人 因为病痛的缘故 她不但贫穷 而且受羞辱 而且呢 被别人拒绝 心 身 灵 都是非常的这种疲惫 所以耶稣呢 把他揪出来 让他当面 当场来分享见证 为的是 让他不但病得一致 让个女人怎么样 以后可以 堂堂正正地活下去 所以我觉得 这样一个医治里边呢 代表耶稣的爱 我想当耶稣在这里 把这个女人叫出来 让她讲缘由 分享见证的时候 请问谁最着急 请问谁最着急 雅鲁的父亲最着急 对 就这个雅鲁最着急 因为什么呢 他急于让耶稣去出诊 治他的孩子 没有想到耶稣在路上怎么样 摇摇晃晃 还要耽误很多时间 那果不其然 当耶稣治完这个女人之后 管会堂的家人来说 你的女儿已经死了 不要劳动扶死 所以你从语言当中 可以看到说 真的有一点怨言 当我们知道 后来耶稣还是去了 同样让死人复活 那我今天所要讲的是 在耶稣的眼里边 有两种人 你说是男人女人 那不是 你说信的人 不信的人也不是 在耶稣的眼中 有两种 一种是拥挤耶稣的人 就是耶稣带着雅鲁 去看这个路上 好多都跟着他 为什么跟呢 因为他们听说他是个先知 他是个教师 他是个拉比 他能够行神 都想去看热闹 他们对耶稣没有任何的期待 只是跟着去看热闹而已 在圣经里边这些人很多 我们看到 当耶稣最后一次 进亚路撒冷城的时候 那些会众 他无论是砍书枝 铺路面 还是环户和撒纳 其实他们对耶稣没有期待 他们只是想看热闹而已 当耶稣被抓的时候呢 也是这群人同样看热闹 呼喊说 钉死他 这些人再多 耶稣并不在意 但是他却在意说 有一个人伸手摸他 我觉得两个动词 一个拥挤 一个摸 看起来没有太大的差别 但是耶稣非常清楚地 划分了 拥挤耶稣和摸耶稣的两种人 在教会里边 然后看到一些先生 他们因为爱太太的缘故 就来教会 然后太太在前边听到 太太在那边拨手机 这种人 即便天天来教会 也是拥挤耶稣的人 有人喜欢教会的音乐 喜欢教会的彩色玻璃 喜欢牧师的个人魅力 这种人再多 也是拥挤耶稣的人 但今天 神呼召的是 来触摸耶稣的 每一次来到教会 每一次的服侍 不是出于压力 不是出于责任 而是对耶稣有所期待 有所盼望 那这次去韩国 我有很深的感触 那我觉得教生 这方面做得很好 他们教会 因为我们知道 韩国有非常多的压力 很多年轻人上班 上的一个程度 当父母亲得了绝症的时候 完全没有时间照顾 韩国有一个节奏 非常快的国家 这个民善教会 他们决定 做一个件事 就是要建立一个安养院 我不知道应该怎么样翻 就是说 没得治了 等死的地方 他们在山上买了一块地方 很大的一个安养院 召集了教会的五千个义工 然后做什么呢 就让这些将要离开世界的人 为他们剪头发 脚指甲 洗脚 当人逝去以后 洗衣服换衣服 那个牧师说 很多这些人 他们都以前去过教会的 参加过婚礼 参加过丧礼 听过布道 但从来对神没有回应 但是当他们病中 人快凋亡的时候 来了这个安养院 不只是他们 他们的家人 也深切感受到教会的温暖 那天牧师就打开 他们那个会堂的这个 这个墓 一个沙墓 然后有一个拉门 他说 你知道这后面是什么吗 我没有人猜得到 一看是太平街 一个一个的那个 匣子就是推棺材进去的 他们在那边服侍了很多年 让很多拥挤耶稣的人 因为看到神的爱 他们开始伸手摸耶稣 所以我觉得今天 教会已经到了一个非常困难的情况 我们知道在美国 基督教不再是主流文化 在过去 无论在教会 或者教会之外 我们读经祷告 好像是理所当然 今天 是说一个圣诞快乐 你都要看看旁边人是不是给你给脸色 我们看到太多的人 包括在教会里边 是基督徒 但是呢 却对神没有盼望 只是一个文化的基督徒而已 所以今天在教会里边 真是我们需要 呼召更多的弟兄姐妹 你不要再拥挤耶稣 因为你心里干渴 你盼望耶稣来触摸你 你身体有疾病 求神来医治你 来改变你的灵魂 服事也这样 我们不是得人的奖赏 甚至也不是得神的奖赏 因为单单爱耶稣的缘故 如果你是这样的人 你就是在摸耶稣 我记得有一次 我在台北听到一个牧师 在讲道 就讲道有一天 他们团契要办一个 大型的一个活动 是收割的一个活动 就是带领牧道友来信主的 这位团契的主席 请了假 下午就来到这个教会里边 布置会场 摆桌椅 然后不巧那天下午呢 突然有大台风 又是风又是雨 一直下个不停 他看看钟表 快半个小时还没有人来 正点了还没有人来 半个小时 一个小时 两个小时也没有来 就他心里边就在难过 为什么我这么付出 却没有一个人来领情呢 他最后觉得说 不可能有人来了 他就把门关就回去了 想想看 还没有吃饭 他就路过一个街边摊 因为大风雨的缘故 这个摊子挪在室内 但是窗户可以看到 有几个客人在吃晚餐 他进之后呢 也没有什么食欲 就老板娘说 给我给一个牛肉汤面 老板就断了来 他也在吃 吃的时候他一看到 桌子上摆了个卤蛋 他为了为了自己 吃个卤蛋吧 他刚刚这么一想 老板娘说 给他给个卤蛋 他没有讲 老板娘说的 他眼泪立刻下来了 因为他知道 神知道他牢空 所以我们看到 在你的服侍的过程当中 我知道教圣非常的辛苦 很多工作 你们做的 别人看得到 很多工作呢 别人并没有看到 但是不重要 因为耶稣知道 你们不是拥挤耶稣的人 你们是在摸耶稣 那我们教会呢 也是很惨愧 因为教会弱小 教会比较忙碌的原因 我们也常常 没有很好的配合 教生的工作 但是我们却得到 教生很多的支持和爱护 那像我们在这里 也特别是 像教生的同工说 辛苦你们 以后我们教会 愿意成为支持 教生的教会之一 我们一起为神力过来打拼 谢谢大家